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一股听众通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盘面表现 那今天呢,两次震荡向前,二八分化明显 那三分钟值呢,最后收报在三千五百一七点 那么是自三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 涨了百分之零点七八 富士山百呢,收报五千一百八四点呢,涨百分之零点四六 虽然满指呢,收报三千一百一十二点,涨了百分之零点六零 那两次成交呢,是放大到九千三百亿 这个港资呢,净流入二十五点七八亿 那各位发现呢,今天这个市场呢 是延续了上个礼拜的一个上行趋势 那这个今天呢,核心的一些抱团标的再度大涨 但是啊,这个旁边上两极分化非常明显 三千多个个股下电 那先来看一下呢,旁边上领涨的 主要有电力设备跟性能源 主要的是一些动力电池相关的一些标的 那食品饮料股呢,像白酒股啊,这个里面的五粮液呢 走出了近期的一个高位的底部 那么似乎啊,在走强的一个情况 那留意一下呢,近期白酒股啊,的一个强势表现能不能延续 那汽车股呢,这个像比亚迪啊,长城汽车啊 这些标的呢,也在这个股价有一个跟随上涨 那尤其呢,像比亚迪呢,它的一款这个混动的啊 新车这个DN啊,这款车呢 那现在这个订单呢,是要三个月之后才能交付 有一个这个销量上的刺激 那像有设金主板块呢 主要也是跟动力电池相关的啊 这个上游材料 矿啊,这个一些相关的啊 这个锂矿啊 这个啊,一些标的呢 在在领涨啊 那当然了,像一些医药榜 医药股呢 尤其CIO这一块呢 一些核心标的啊 今天是涨幅靠前的 那领跌板块呢 有综合金融、非银行金融、商贸、零售 啊,以及呢 ST这个概念股 今天呢 先这个出现了一个跌停潮 那左边这图可以看到 实际上今天虽然市场市况来涨了 但是这个抱团效应啊 非常明显 整体呢 这个赚钱效应是偏差的啊 个股呢 应该跌多、涨少 那么有找盘呢 曾经超过七、六十个股份呢 是股价这个跌百分之十以上啊 啊,那这一块呢 几个消息 一个呢就是啊 周末的时候呢 这个国内A股这个市值管理的一个丑闻 或者说这个事件呢 持续的一个发酵 啊,那么具体事情呢 反正大家也可以晚上留意一下 这是呢 一个啊 这个原先啊 私募这个大佬啊 这个叶飞啊 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啊 爆料啊 说呢 这个有上市公司呢 啊 前面呢 啊 这个找他啊 作为这个中间人呢 啊 那啊 去找下家 就是呢 去找一些资管啊 或者说公募呢 激进啊 啊 的一些钱呢 啊 来帮忙这个上市公司啊 就是这个旁方呢 啊 去代持他的一个股份 啊 那简单讲呢 就是啊 以这个市值管理为啊 这个啊 为这个理由呢 啊 这个上市公司旁方呢 啊 这个答应啊 这个中间人啊 事后呢 啊 找来这个 这个接盘的基金之后呢 会给啊 这个叶飞 以及下游的啊 这些相关的啊 这个机构呢 去有一个啊 反反点啊 就是一个反佣啊 就是一个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报酬吧 啊 但是呢 这个事情进党了一半呢 啊 由于啊 这个股价呢 并没有如期的啊 这个上升 反倒呢 是啊 直接往下走啊 这个几天时间呢 跌幅30%左右 那变成了 似乎这个上市公司 也就是旁方呢 直接呢 是把货啊 出给了啊 这个叶飞找来的 这些下家 也就是支管啊 或者公募这些 啊 那这个下家呢 找这个叶飞啊 这个考这个报酬啊 那叶飞呢 他也没受到啊 这个旁方的一个啊 这个上市公司 找这个这个啊 报酬 那等于说呢 一气之下呢 就把这个事情呢 给暴露出来啊 那啊 暴露这个这个公司呢 还不是个体事件啊 但是呢 这里面触及了两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上市公司 只有可能涉嫌到 欺诏啊 这个违法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啊 也引来了啊 证监会的一个关注 是要求这个自查 那还有呢 呃 就是在啊 像公募基金啊 这样的一些啊 券商支管啊 这些所谓的一个啊 业费的一个下家呢 拿着这个机灵的钱呢 去做这个高位的一个啊 去帮人家这个拖 这个户盘啊 接获 高位接盘啊 那这个是不是啊 对于投资者保护方面 是一个违背呢 所以这一些呢 啊 只有可能呢 是打响了这个啊 A股啊 这个市况呢 拨乱拨乱反正的第一枪 所以后面呢 这一方面的一些监管 啊 是市场担心 尤其呢 通常有的一些市值管理的公司 要么是没有什么主因 要么是啊 这个业务起不了什么 起不 啊 不起涉 要么呢 那么通常这些呢 就是标的标小的啊 这个50亿以下 甚至百亿以下的一些标的 啊 所以这一些呢 今天暴跌之后呢 啊 反倒呢 给了这个核心资产 又一次确定性高的一个机会 啊 所以呢 今天核心资产的一个涨呢 有一定的一个偶发性 啊 所以这块也需要留意 啊 那另外的大的一个环境呢 就国内呢 早上公布了4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 其中呢 啊 这个工业增加值数据不及预期 啊 那么 啊 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数据呢 依然比较强劲 啊 啊出口这个之前数据也不错 但是呢 消费这一块 啊 尽管有史上最强五一 这个 这个 啊 周 啊 不 就尽管这个 最近啊 五一的一个强消消消费的一个周期 将4月份呢 还有一个经营别等等 但是呢 但是呢 似乎这个消费呢 还是显得恢复的较慢 比较弱 啊 那尤其呢 是5月份 同比19年的呢 这个啊 零售 还有一个啊 回落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这一块后面呢 这个消费的一个啊 大家这种收入的一个情况啊 包括这种啊 居民的一个负债负担啊 对消费的一个拉动呢 后面还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那另外呢 从分析来看 大盘呢 就是现在啊 通胀的预期呢 降温 降得很快啊 那这种加息 一般又是减少 那市场呢 就有一个啊 资金的一个轮动吧 从资源股啊 又回到了一些核心啊 会超跌的一个成长上面 但是从长长线 现在看见 流动性退出呢 始终会继续发 给这个市场 带来压力啊 所以呢 最高的一些高估的 标帝股啊 还是需要谨慎 小心呢 这个估计上去之后 又被出货下来 那呃 当然今天也看到 黑这个期货上 像罗恩钢啊 热卷啊 啊 这些动力煤啊 又很多在跌停 那么早期呢 不少这个监管 这个出力 加上呢 现在这个经济数据一出来啊 好像基本面的支持呢 是有一个不及预期了 另外呢 就疫情呢 像印度台湾至本啊 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呢 都非常严峻 那尤其呢 就是这个台湾呢 两天呢 确诊呢 三百多粒啊 那这个位置呢 还是比较担心 那接下来呢 关注一下 这一周呢 美人组啊 这个议息的一个纪要 我相信呢 不会有什么惊奇 那么另外呢 关注一下 美国十年期呢 这个通胀 保值 国债啊 这个拍卖情况啊 那现在大概是2.6% 就是大家预期呢 未来五年呢 基本上那个通胀水平呢 都会在两点 2.5%到2.6%这个水位 那这次呢 要看看大家的这个拍卖的一个热情了 那今天焦点板块 只要韩运股 那韩运价呢 连续创下历史新高 龙头呢 强势涨停 像今天中原海控呢 高位啊 又是一个涨停 市盈率呢 10.3倍 今年初现代呢 涨幅呢 71% 那像其他带动到的 盛行股份啊 这个 中原海特 这些都有一个上涨 那右边这个图呢 是SCFI 也就是呢 这个上海的一个 集团箱物价 综合指数 那显示呢 截止5月14号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这个运价呢 是再度啊 飙升拉高到 接近3500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人是从09年到现在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呢 非常高啊 那进一步的一个催化呢 这个相信啊 是跟近期呢 印度方面的一个疫情有关 因为全球航运啊 这个船 这个啊 这个航运里面呢 啊 这一个 这种航员呢 航海员呢 啊 里面大概30% 是来印度籍的啊 那这一方面呢 会给市场啊 有一个啊 这种啊 疫情在船上这个啊 蔓延啊 导致呢 这个接下来 运输啊 进一步阻碍到啊 的一个担忧啊 包括一些地方呢 啊 一些港口啊 已经是开始停止呢 有这些印度船员的啊 一些集团箱床呢 考案 那么这个呢 会进一步加剧啊 这种运力的一个紧张啊 带来的一个短期啊 无法缓解的一种啊 这个这个情况 那么报价呢 是进一步的提升啊 那像这个BDI啊 刚掌获指数同样 也是近期的一个新高了啊 所以呢 这个吹化还是比较大的啊 好 第二个板块 动力电池 这个板块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忘记讲了啊 这个今天呢 继续延续的一个大涨 像天气材料呢 午后股价涨停啊 这个中卫股份涨8% 呃 兴旺达涨6% 佛能科技涨10% 宁德时代涨4%啊 伊卫 这比亚迪呢 涨4% 伊卫里呢 涨5%啊 这个恩节股份涨8% 这些呢 从动力电池 到这个动力电池里面的 四大关键材料 包括这个正极 负极 电解液啊 这些呢 都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啊 上涨啊 一些这个相关标的 那么像三元材料这些 也也同样在涨啊 升级的啊 一些这个标的 那像高链呢 一些这个 这一些这个 这个概念股 涨幅也比较大 那一方面呢 是4月份呢 这个中国也好 全球也好 这个动力电池专机量呢 随着新年车销量的一个 同比大涨呢 而表现强劲 那国内来看呢 4月份呢 这个动力电池专机量 同比增长1.7倍 那这个技术路线里面呢 大家知道一个是三元电池啊 三元电池 也有一个 明德时代的啊 这个NCM811 那一个呢 就是啊 比亚迪的这个 这个刀片电池的 磷酸铁里啊 这个这个路线 那么现在呢 从总量上来看 三元电池的 装机量上比 还是最大的啊 超过50% 但从增量来看呢 三元电池装机量呢 是1倍以上 但磷酸铁里呢 是猛增到2.3倍 所以呢 这个追港上快 那这个呢 是对啊 这个一些相关的 碳酸铁啊 包括铁矿啊 好的一个 啊 价格的一个带动 非常强烈 那当然 三元电池这一块呢 走的是高路 高链路线 啊 所以呢 像一些这个啊 前驱铁啊 这个高链啊 啊 的一些标的啊 像今天华友雇业呢 那股价也涨停了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销心面来看呢 这个车市呢 呃 新年汽车的一个 新产品市场投放 预期也比较强烈了 啊 那像一开始讲到的 这个比亚迪的一个啊 这个DM呢 也就是混合动力呢 啊 一种新技术的一个车呢 现在这个 听说啊 订单呢 要拖到啊 三个月后才能缴付啊 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另外呢 路透社报导呢 前面啊 这个特斯拉跟伊维里呢 那正在谈判 有可能后者会加入到 特斯拉三季度的一个啊 供应链上面 那现在这个伊维里能呢 是市值大概2000亿不到啊 想一想 当时 新德时代也降了一个消息了啊 那后面股市股市值呢 现在去到68%600多亿啊 那伊维里能之前呢 是有在动力电池啊 尤其是这个啊 林城铁里这一块呢 有一些厂能的扩张啊 所以后面呢 业绩啊 是有一个成长的预期的啊 那呃 观点来看的话呢 就重现 从制定的一些 无论新德元汽车也好啊 动力电池装机也好 包括整一个上游啊 这种啊 这种材料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啊 提升来看啊 也好呢 呃 基本上动力电池啊 现在这个减细度呢 还是依然在一个持续升温的啊 所以呢 预期啊 这个板块啊 因为下半年来看呢 也是偏乐观啊 尽管有这个芯片啊 这种担忧啊 但始终呢 这个明年的一个情况 应该这个芯片担忧会缓解 啊 那么渗透率呢 提高还有非常强的一个趋势啊 那么调整完了 这个板块经纪有可能会跑赢 这个大势 好 那么上面提到这个股份呢 没有持有 好 那明天在节目里面呢 慢慢再见 好